这太诱人了 像之前有好奇为啥就东北的麻辣烫都有那个塑料袋 它就上面这个辣椒面贼够劲 先要是想辣 辣也是真辣 你们猜一猜我现在要去买什么吃 我们家就有一家麻辣烫开业 我终于能吃到麻辣烫了 走吧 我真是服了 这糟糕的营业时间 不营业了 好吧 有小拢包有小拢包吗 我的天啊 我打包一个 太好了 他把我拦在了这个外面 谢谢 好香 本来要去取麻辣烫 大哥跟我说麻辣烫好了要快点 我说我得慢慢走 他说那我给你送去吧 我现在在原地等他来 赶着巧 赶到这时候没菜了 我现在喜欢他吃 谢谢你 收拾了背影 好香啊 我好像沙河烫了 我的麻辣烫 好久没有吃 好香啊 巨香 我为了今天吃的痛快 我还特意穿上了睡裤 因为在外面穿的裤子实在有点泪一天 这种麻将流淌的感觉 这看见太香了吧 我这碗要的是多麻多辣的 然后加的是牛筋面和宽粉 就是这种老式麻辣烫的感觉 哇 这一顿 简直太香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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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先来一口麻辣烫 这个裹满麻将的感觉 谁不馋 这在我们家小吃群里发的 我没想到这么好吃 在这个宽粉上面都裹满了这个辣椒 像之前有个好奇为啥 就是东北的麻辣烫都有那个塑料袋 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打包的话 就是一层塑料袋 拿回家就是蓝的刷碗的话 套着那个塑料袋吃 所以在外面店里吃的话 它基本上也是为了 也不会很脏 据我所知 就是好多像油比较大的餐饮 它都会这么干 像什么板面呢 然后什么重庆小面有的都这样 实弹代言人 我这个给它要的是变态辣 不知道能有多变态 哦 辣 嘎嘎辣 真是重庆变态辣了 让我们吃一口多妈多辣的麻辣汤 解解辣吧 哦 拜拜胖胖了 小笼包可以解辣 这种麻辣汤的味道贯穿于大街小巷 经常有那种服装批发城或者卖卖衣服的 中午就有那个老板娘买一兜这个麻辣汤 飘的满商场都是老乡了 就像这种商贸城和批发城 它的中午的吃饭时间是属于麻辣汤的 因为你不管在哪个曲脉啥的 都能闻着这种麻辣汤味 太像吃饱的 爆汁鸡肉鸡 它这上面这个辣椒面贼肉劲 在这个中间真的有点爆汁的感觉 它是这种爆汁的鸡肉卷 然后它外面裹着是这种一层鸡皮 但是吃不出多少那种鸡皮的味道 我正常这期视频发出来的话应该是5月5号 就是我生日的那天 我觉得过生日比较喜欢当天过 你们想看我的生日是吴老哥吗 也不叫我生日是吴老哥吗 就是我那一天都在干嘛 那么如果想看的话我可以拍一下 然后咱们隔一天就发出来 想看给我扣一 鱿鱼须 鸡肉对麻辣汤一点兴趣都没有 它来都不来 香是香辣 辣也是真辣 有没有来个不辣的 这是鸡排 你们猜看我这个爆浆鸡排多少钱 说出来吓死你们 爆浆鸡排 6块6毛6 这太诱人了 那不是那种咸香奶芝士的味道 我记得我这碗让他帮我多加豆芽 我方便了整个碗就是没有豆芽 这人呢 实际上有点贪心的 汉堡麻辣汤吃完之后 现在又得想吃一下火的烧烤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底 就是每次麻辣汤吃到这个底之后 全部都挂上汤了 等一下有个炸饼 ını把它做成夹串 饼夹三 炸 饼夹三 把它掏成一个 这种半空心的状态 然后把这个土豆片塞进去 再放两串这个肉进去 直接放到嘴里吧 我知道了 就是脆骨 它没有办法 是不是看起来很香 阿瑟请坐 阿瑟请坐 阿瑟不坐算了 就是它里边很软 但这个边太硬了 这个饼边在伤害我的上牙糖 太硬了 最后一口了 好脆 好美味 突然开始复习了 干啥呢 下 又是碗 又是碗呢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